好的,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看它的功能,什么循环文件啊,循环文件,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给给它进行循环,循环怎么循环啊,呃,来,sorry, 循环文件,呀呀呀,sorry,我去把这个来领方式重新给它复制一遍吧,好吧,这些纸,你别真正给人打电话啊, 然后呢,我们循环,啊,首先先打开这个文件,对不对,还在这里有一个,是不是啊,咱们Mode用,啊,注意了,这个其实你可以不写,你不写的话,因为它默认模式,就是一个R的模式,看没,按一个Ctrl,你看,它这个Mode,Mode在哪,看没,啊,Mode,咱们写默认的, 默认上啊,看到没有,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参数,这些参数是干嘛用的,我们,呃,现在先不讲,啊,现在已经有的不好解释,啊,现在先不讲, 总之,啊,你先看这个就行了,好吧,啊,其他也不常用,最多以后常用的,可能也就是这个,再是这个呢,我也先不讲,啊,晚点见, 好,那现在呢,我们打开这个文件,啊,打开这个文件,打开这个文件之后呢,我们就,啊,循环它,是不是啊,你就直接Fall,Line,E,F就行了,看到没有,啊,因这个变量,它就会一行行的去打印了,看到没有,啊,执行,看到没有,啊,一行打印了,注意了,你说,哎,这个明明没有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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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,换行啊,实际上,对吧,但是这里打印怎么会换行呢, 因为它这里默认有一个,尾部有一个换行符,你看不见,但它其实有一个换行符,那怎么办呢,那怎么办呢,你不相信,是吧,你不相信,我可以这样啊,我直接干嘛呢,我直接print,呃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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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F点,什么呀,Read a line,Read a line,看来是独一行,还有一个叫Read a line,看到没有,Read a line就是,你自己看效果就行了,就是,对了,如果是Read a line,它其实就把所有都打印回来了,你都不用循环了,你就直接看,我先让你验证一下,它换行符,看看啊,你看到没有, 是不是每行有一个换行符啊,看到没有,是不是啊,能力的意思吗,好,那我们再来,回到这个,刚才这个,啊,理解这个之后,我现在就说呢,为什么,啊,为什么它有一个空,空行,是因为有一个换行符,然后print本身自己又会换行,所以导致了,它就出现了一个空行,因为斜杠N嘛,就当了空行来解释了,OK,那,如果你不想要出现这个换行,怎么办,后面加一个桃,就可以解决了,哎, 哎,我操,豆花不好吃了,豆花不好吃了,好,就加在这儿吗,不是啊,对,之前啊,不知道为什么豆花不好吃,在python2里,加一个豆花,它就不换行了,那如果这样的话,那你这样,把那个strip一下,把那个尾部的换行符给它去掉,也行,是不是啊,这样也可以,OK,好了,这都不重要啊,这小细节,不重要,那,接下来, 明白这个换行之后,我现在有一个要求,说什么呢,你在这里面把170以上的这个,啊,不,把175以上的这个姑娘,给我打印出来,对吧,选模特儿嘛,是吧,175以上的,啊,175以上的姑娘打印出来,怎么办呢,那你注意,先,这个时候,咱们要思考一下,怎么判断,怎么怎么干,你是不是应该是把,循环每一行是肯定的了,对吧,你判断,要每一行的时候呢,你得干嘛呢,你得判断这个值是不是大于175啊,所以你,你得干嘛呢,你把这个整个一行,它是一个 自无串,你把它干嘛呀,给它split,变成一个个的元素,是吧,然后这里split,split完了之后,注意了,它是不是还是一个自无串啊,啊,它只不过是一个列表形式的了,啊,我先给它split一样,你看, 咱们学自无串,对吧,split,它默认是空,空格来split,所以就得出来这个值,但它依然是一个自无串,是不是啊,那你,你要判断它,你得把它转成一个int,是不是啊,所以呢,注意了,你如果想去,呃,给它这个,什么呢,呃,split一下,那你就这样,line的一个line的,啊,不行,不行,不行,line,line,对,line的一个line,split, 也行,然后这样的话,你求这个,什么呀,啊,这个身高,其实就是,0,2,是不是就是身高啊,对不对,ok,那你就,hat等一个int一下,啊,不就完了,是不是啊,然后呢,判断,ifhat这个大于个,呃,175,对吧,啊,对不对,175,是吧,然后, 然后就把它打印出来,print line,就可以了,行,能理解吗,特别简单,哇,只有一个大于175的,177,啊,那我并且还要再判断这个身高,体重呢,啊,对吧,选两个,vet等一个,weight等一个int一下,line,这是几节,0,1,2,3,是不是啊,line,3,好吗,啊,你就是说身高,别大于175了,打170就行了,别那么苛刻,是吧, 那170有几个,这些,然后并且身高呢,要小于个什么的,小于50公斤,多了就太胖了,对吧,and late,小于个50,是不是啊,就很简单吗,哗,就出来了,这两个人,对不对,哎,你看就很容易的进行这种,啊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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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判断操作,在循环过程中,是不是啊,OK,啊,这个,就是,啊,文件的循环,好吧,文件的循环,OK, 好了,哎,注意了,我记得,我好像还没有讲一个东西,就讲循环,我如果想实现一个循环,从一,从一打印到100怎么做,我们知道while,从一打印到100怎么做,但是fall,从一打印到100怎么做,没讲过,fall,因为这个什么叫,rend100,不行了,哎,为什么叫rend100呢,rend100干了一个什么事呢,注意了,rend100, 其实就是生成的一个列表,相当于,啊,生成的一个到100的列表,啊,rend一下,看,它是干嘛呢,从0到100,你把它变成列表,它就变成了,看到没有,是不是从0到99啊,就正好100够了,是吧, 这就是说fall,i,阴,认至100,其实相当于,生成的一个列表,然后去循环这个列表,能变成意思吗,这个我们好像之前确实没有讲过,所以就在这里补充一下吧,好吧,反正也很简单,好不好,OK,补充完了,啊,是不是讲的有点快,快吗,没关系,你可以,你可以慢速一点,或者是你可以重复听,啊,是吧, 我觉得讲线上的好处就是说,它比线下,线下它是怎么讲,它线下它有,它可以跟学生各种互动,啊,我讲课就是跟和学生各种互动,讲着讲着夸,哎,是调侃一下他们五个人,然后吃吃蛋,是不是,然后讲讲鸡汤,然后就讲下来,但那个节奏可能就有点慢,有的学生不喜欢,但线上的好处就是说,对不对,咱们可以,哎,我假装你对面坐着2000人,我就跟你扯蛋,是不是,啊,这个整个,就是,它可能即兴发挥的东西没有那么多,啊,对吧,这个,这个, 这个,这个,这个,但是,但是,呃,这个效率高,对吧,就讲的速度会快一些,对吧,OK,呃,好了,那接下来呢,我们再来看一下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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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什么呀,呃,文件操作的其他功能,啊,这样吧,我先生成一个吧,生成一个吧,就七分钟吧,